早晨,今天是 Day 2 今早我們來到這個很有特色的餐廳吃早餐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英國旗,有些黑白旗 黑白旗是這間店的招牌 但很有趣,雖然它是很少的聖誕裝飾 但感覺都蠻棒的 其實一開很簡單,都可以有很濃厚的節日氣氛 究竟正宗的British Breakfast,是有什麼吃的呢? 有包、腸、煙肉、茄汁豆 蘑菇、輪日蛋和番茄 來到英國就要吃一個正式的英式早餐 吃完早餐就要開始出發了 今天我就會去牛津 首先我就會在這個站,搭去帕丁頓轉火車去 如果萬一不幸運,大家來到沒有火車 大家可以去維多利亞站,搭巴士去 希望今天是有火車 今天主要是在市內參觀 因為明天才是重點 明天我就會去它中部一些小鎮參觀 是兩個很漂亮的站 什麼來呢?明天才開股 今天我就會去牛津的大鱷、圖書館 通常都是大家會去的景點看看 因為牛津是比較小的 所以景點通常都是那些 好了,整個車站的人都會研究這個牌上面寫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要選擇去Ospot 我看到現在這個牌,第三個牌 就輸了出來去Ospot 我打算便會達11點20分那班車去Ospot 購票方面,我買羅湯那些應該比較便宜 總算安全上車了 我就堅持買實體票 大家可以網上買,價錢差不多 不過呢,早點買便宜一點 如果大家發現實在是真的要來的話 不妨早點買,早點出發也是便宜一點的 終於來到這個牛津了 這就是牛津車站 外面就看到有些巴士在這裡 來到牛津這裡,第一個印象我覺得很... 真的很冬天 大家看到那些樹沒有了些葉,剩下一些框 這個感覺很棒 然後這一邊就是一堆舊式的建築物 我是很喜歡這些東西的 來到牛津呢 這一間就是我入住的酒店 就是這個Palma Inn 就是他們兩間連隔酒店的其中一間 這個位置算不錯 對面是一個大型的商場 還有一個Unicon 位置不錯,價錢也不錯 所以這間值得推介 出到牛津的大街 這裡就相對旺一些 來到這裡,我看到一間一方的台灣水果茶 真是搞笑 是有人買的,你不要小看 在這個一方轉出來 這個十字路口應該是牛津裡的一個比較旺的區域 這裡有一個匯豐,旁邊有一個塔 這個塔就可以上去看到整個牛津裡的景色 在這條今天街上走一會 其實我都看到有不少店舖其實都收拾了 我想這邊的環境可能不一定是太好 因為其實我看到很多樓都相對是破舊一些 但是我看到對面有樓樓挺漂亮的 我走到這裡,看到這一樓綠色的樓 挺漂亮,很有特色 可能拍出來沒那麼漂亮 但在現場看,它是漂亮一點的 前面這條路,它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漂亮在不是很華麗的那些 又是古典味很正的 在這裡走,好像個人回到中世紀的時代 走到這裡,有一間書店 我看到有一間 應該是用英文寫的日本漫畫 有龍珠,有這些 很好奇一件事 因為平時大家知道漫畫書那個圈很小 那你寫中文都還好一點 寫英文會不會整個抽字很壁呢 其實這裡也有五個巴士開口 但我們看到其實對面那一樓很可愛 它是被一些積物纏住的 但如果你在香港,這些樓是不能夠存在 一定是跟你剷掉 在這條街這邊,大家就會看到這個碳色橋 那他們就說這一條橋,為什麼叫做碳色橋呢 因為我不知道是左邊還是右邊 那就是管理層的工作地方 可能是這邊 那如果那些學生在這邊,被人召過去的話 那你就要在這裏碳色了 因為你過去就被人召廢 所以就英國牛津品的碳色橋 但我自己會覺得,它其實是純粹連接兩間學院的通道而已 上面呢,行不高 我們就下面走過去了 其實這條橋呢,不算很高 大家要拍照的話,都容易的 過到這一邊呢,我才發覺 這邊拍過去呢,景色是比較漂亮的 那當然啦,前提就是要對面等樓呢,維修好先 我覺得它漂亮了,就有些燈柱在這裡 如果夜一點,開了燈的話 應該是頗有氣氛的 走過完碳色橋,沿著這條路走出來 就會看到那種圓形的東西 那這個呢,就是它有那個圖書館 那好像不能進去的 在圖書館的對面呢,有了很漂亮的高塔 那這個呢,就是牛津聖武馬尼亞大學教堂 而且呢,有不少的教堂專家都稱它為 英格蘭最漂亮的尖塔之一 那大家可以給5磅呢,上去塔樓呢 時鐘的位置呢,走一下,拍照,吹一下風的 那根據維基的資料呢,塔樓呢,是建於13世紀的 那一個呢,就是我來到英國第一個進的教堂 那一進來呢,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過關風球 那當然這個呢,就沒有那個時候 我在丹麥看過我這麼漂亮的 那這邊就是他們的主堂 那應該就是,神戶會在這裡講到啦 那些人就在後面鎖啦 這個教堂呢,雖然稱不上是很華麗 很雲偉,或者很大座 但是當你細心去看,你會感覺到呢 它會有一種簡托的優美在裡面 而是會令你覺得在裡面很舒服 那好難得呢,因為那些人散開了 你看到一個很莊嚴的教堂 嗯... 那旁邊這些呢,可能就是一些師哥班的位置 那那裡可以開門的,他們會這樣站進來 那這裡有幾坊 那接著呢,我們可以在那裡呢 就上去上面那裡觀察一下 好,上到來了 那這個景觀呢,當然是不同很多 那是很感受到那份窗的氣氛 如果大家男朋友來幫女朋友拍照的話呢 那你可以叫你朋友呢,站在現在這個女士的位置 那你這樣打直...打洞 打出去,那這個景觀又是這個教堂最漂亮的了 那大家多人聽過呢,那些外國的教堂 經常燒位置,就只剩下一個殼的嘛 那原因因為他們全部這些頂啊 中間這些位置,其實是木結構來的 所以通常燒呢,就會燒到這些 但是這些柱呢,就通常燒得爛的 那出來教堂呢,我就發覺 它的門口呢,是用紐紋柱的 我印象中呢,是比較少有紐紋柱的設計出現的 那今天呢,圖書館呢,就應該入不了了 不過,下一集呢,我們就會去到 英國一些有特色的小鎮啦 究竟這些小鎮呢,有什麼特別呢 要我山長水遠呢,下著雨都要去一下呢 下一集,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最後麻煩大家喜歡的話呢,就CLX啦 留言和分享啦 我們下集見啦,拜拜 拉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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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